設定App的網站 第一個請你在桌面上新增你要建立的那個App的網站資料夾 所以我在桌面上,如果放桌面上 那記得手動自己在這個地方 先把那個網站資料夾按右鍵新增一個資料夾 名稱的話就是102App 特別需要這個可能要手動新增一下 第二步就是在開啟Dreamweaver 然後找到他的網站 意思就是說我要把我現在的這個網站的位置 就剛剛那個資料夾指向給他 所以再來的話在Dreamweaver第二步新增網站 然後名稱的話也叫102App 然後這個時候他會問你說你的本機 網站的資料夾放哪裡 那你就特別說這個就指向哪裡 指向剛剛桌面上的 這一個102App 給他 記得把它點兩下打開 再開 再選取 因為之前有蠻多同學 就到這裡就直接開啟 開啟 好像還是 還是怎麼樣 連結就會錯誤 OK 之前有蠻多同學 這個路徑就錯誤了 好像會這樣子 後面好像少一個斜線之類的 然後後面就會出錯 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路徑一定要小心 不要 不要做錯 OK 選起來 所以 名稱 然後 路徑給他 如果說你剛剛 不從 那個 第一步開始 其實你也可以直接在這邊按右鍵也可以直接新增 也可以 同樣的方式 然後儲存一下 這樣就OK了 我們就完成建立一個網站 不過目前這個網站裡面 完全沒有任何的東西 裡面是空的 那我剛剛講過如果你要建立那個網站裡面的首頁的話 特別注意 不管是網頁也好 或者是手機app也好 他的首頁名稱 都叫做index 所以剛剛我做的第1步 第2步有沒有 OK 把它連結了 第3步就是 新增一個空白的網頁 特別注意 一定要用什麼 HTML5 因為如果你不用HTML5的話 他沒有辦法幫你轉換成 這個 這個手機app的畫面 OK 那另外的話 就把那個 設計 剛剛有設計師把它改 改成傳統 這個我們剛剛改了 另外還有把程式碼改成分割 要怎麼改 我這邊 再做一下 第一個 我們就 檔案 新增 有沒有 然後特別注意 這邊記得 把文件類型 這邊 不要直接按建立 因為之前好像有同學 直接按建立就錯了 記得改成HTML5 特別特別注意 OK 然後按個建立 好 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產生了一個 網頁 那網頁特別注意 這個網頁 這個上方有一個工具列 預設是設計 設計就是不要讓你看到 裡面的程式 可是如果我們要設計 那個 網頁或者是手機App的時候習慣用分割 所以這邊把它切到分割 那分割的話 你會發現 它會呈現的畫面 就是說 它的左邊 有沒有看到 就是裡面會放的程式 有沒有發現 它會自動產生什麼 HTML 有沒有 小於大於 然後結束在這裡 也就是說 之前我們是自己敲這些程式 現在怎麼樣 如果它有提供功能 你都不用敲 它會自己幫你加 但是有一些地方 如果它沒辦法幫你自己加的話 那沒關係 你也可以看到程式自己加一下 也OK OK 特別是 右邊的話 就是呈現的畫面 也就是設計最後的結果畫面 當然如果你要把結果 產生 看的話 也可以按即時 即時的話 它就會馬上 秀出你要的結果 比如說什麼 比如說在這邊的話 你可以打一個什麼 像我們這邊 Body跟Body中間 像我們上禮拜不是有多一個什麼 多一個 假設 H1 比如說我這邊加一個H1 比如說我這邊加一個H1 然後一樣結束的H1 裡面的話呢 假如說我就放放一個 TEST好了 TEST 那你會發現 這邊 再點一下這邊一下 這邊就出現TEST 有沒有發現 然後你選這邊 他會跟你講說你的塵塞車 你也可以在這邊打 比如說你在這邊TEST 123 那你會發現點到這邊來 TEST123 有沒有 如果說你假設你不要標題 1的話 你可以改成什麼 標題2的話 那怎麼改 特別是 下方 你可以從這邊改 或者是說你還有另外一個方法 這邊有個什麼 格式 它其實就是標題1 那如果你要把它改成標題2 除了說你可以這邊改 H2之外 你也可以直接從 右邊的地方 有沒有 把它點擊 然後這邊改成標題2 有沒有發現 這邊改成標題2之後 它會自動改成什麼 H2 就自動變小 OK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也就是上個禮拜的東西 其實呢 也可以 都在這邊作業 那好處就是怎麼樣 它其實有提供對應的功能 你就直接 可以用了 不需要自己 才是死背那些 就是說那個 網頁的 原始碼 OK 當然呢 我們主要 不是說希望 做這些事 主要是希望做個手機的App 所以要特別注意 這個也許你們待會 記得 開一個新的網頁 然後記得HTML5 然後按建立之後 另外把它改成分割 左右 可以把它分開來 當然你這條線可以左邊右邊 都沒關係 最後的話 記得 先把這個存檔一下 儲存檔案 那存檔的話特別注意 請你把 存的路徑 因為我們已經建立一個網站 所以存檔的話 它一定會自動存在這個網站裡面 沒有問題 但是特別特別注意 如果你前面那個 建立的網站漏掉的話 它就會 亂存 那以後的話會散亂 特別注意 這一點可能要特別 一定要先建一個網站 資料夾 再把這個網頁放進去 存檔的名稱 我們記得一定要 給它一個名稱 index.html OK 這個名稱的話是固定的 千萬不要取別的名稱 否則會出錯 把它儲存 那你會發現 存檔之後 這個網頁裡面的東西 它就會自動幫我把它放到這裡 index.html就出來了 將來如果你假設把它關掉 你要再開怎麼開 這邊點兩下 它就打開了 關掉 再打開就可以了 OK 這個地方的話 請各位 先試試看吧 待會我們就是要按部就班 再來把 102的App 分別把它完成 OK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先建立個index.html 順便了解一下這個環境 所以剛剛特別注意 修改那個畫面 記得一定要先把設計師 先改成傳統 這個地方一定要先做 第二個的話 就是把那個 原來的設計改成分割 這個部分的話也要必須要 再把它加上去 試試看 然後存檔的話記得一定要存成index.html 插一個字都不行 不然的話將來 你要轉換成App就會出問題